歡迎繼續收聽政治無奉家 我們現在來到現場的是 正台南館長所犯地 屬館長這次也要參選民進黨的董主席 屬館長你好 連環跟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館長今天很難得 全國各位台南又贏了 等下還有我的官行長 現在要選去很忙 其實剛才我有跟 簡單中五位候選人的這個 簡單跟大家聽他有介紹 我也有說到這次五位定期的 館長你是童年 是 你的中生態 你不夠六十歲 所以這次選你主要是打一個 叫做世代交替 世代交替 所以館長我第一個想要請教你的問題 就是說你這次 因為你是最早定期 你也最早標台 是什麼原因讓你想到說 你要出來選董主席 我想這次 2012的總統台選結束後 開始是 有大家很大的失望 想不到說 會輸到總共有八十萬票 尤其在台選 最後一星期的整個 中國的 所有上市公司的 老闆都聽出來提九二共識 啊現在這個 這個 酸故一個 激光的名片 一個報告說 哇這個 酸故的貝克代表九二共識 勝利 我看到那個 之後我就覺得 我們在蘇聯 現在又是再一次被統戰 蘇聯就跟我們通過 所以我們就看到 通貨的媒體開始操縱 民進黨中國路線我們就要改變 甚至要接受九二共識 所以其實這個大選之後我就覺得 我們一定要站出來承擔 就是說在主權的捍衛和經濟全球化這個時代 我們要怎麼來營運這個大共 所以其實在這個大選的價格 我看來那個捍術路我們一定要站出來承擔 站出來承擔就是說因為我在民國1977年 就是民國六十六年林議員出來選生議員的時候 我們就跳出來走選 開始輸迫台灣的問題 從過去好像是對待我們對國民黨的政策主義民主 到現在整個世界的所謂的全球化 經濟、資本主義的全球的經濟 一跌到中國崛起 這對整個台灣的經濟、政治的衝擊 我想這次的選舉是一個很典型的 這些影響的結果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時候 比較是我們要站出來的承擔 我們要怎麼站出來的承擔 我們要怎麼站出來的主管 要怎麼在我們的經濟、穿出外路裡面 那麼這有一點想法 有一點主張 這是我覺得我站出來 參選這個動主是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所以管長如果照你這樣說 你看到一個直接刺激 你要出來選擇動主是 看到這個丘利共識、勝利這個標題 其實大家都很煩惱這個問題 其實你以前做台南管長 你們的學家 薩白天也有跟他們契作 但是看起來這次學家的投票 其實國民黨並沒有因為這樣拿比較多票 所以代表說 經濟上的利益跟選民的投票的行為 它中間不一定是可以畫上等號的 沒錯 所以管長你作為高年的管長 你基站你應該很熟 一般基站來說 你所看到的、你所聽到的 到底基站的你們民 因為我會 他比較關心這個主權的確保 或是說比較關心自己構股的問題 因為我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建設就說 阿蓋你如果有機會做東主選 未來民進黨的這個 我不是說路線的問題 是說你真的實際上去操作這面的時候 因為你民主就是我們要進出選票 你要強調的是主權 還是強調的是經濟 這次看起來是國民黨是強調的經濟 所以他拿到很多選票 雖然現在很多人會有機會 但是那些就沒有了 所以管長你來看 你在基站的接觸 到底現在一般台灣基站的人民 他們現在比較關心的 到底是自己的經濟 國民黨是國民黨的問題 還是國家的主權的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 這不是這個二分法 就是說 這些很多人為了國民國的國民黨 國民黨的經濟 國民黨的國民黨 所以我們在說 一千萬元救的 這應該是有 對 但是 到底這個跟國民黨 是不是有強調 我再加一個看法 這要比例 譬如說我們剛才在說這個沙漠蝦 不是說沙漠蝦人家都很困難 很難進行做,不是這樣 就是說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我們整個台灣的政府面對一個問題 台灣的政府沒有進入一個國家級的農產行銷公司 我們來看看 譬如說過去我在做館長的進展 雜貨也是價錢都賣的 到夏天雜貨就要等到10元 但是我那時候找一個目標市場在日本 所以這個雜貨就開始銷去日本 因為日本的業務很嚴重 所以要有蒸熱處理廠 我們從過去一年銷售日本差不多1-80元 到我那個人來已經超過1千元 連冰冬的人也受費 所以冰冬的人過去沒有三個在雜貨 現在也在11月了 所以整個台灣的雜貨的經濟產值 我的消息都變得很高 甚至就是把他賣一兩家 雜貨的一年收費就比8萬 所以沒有輸到科學園區上班 所以我要說這個觀點就是 其實我們在經濟上的發電 不是說都是瓦客中古 還有很多瓦路 譬如說我們最近知道台南 就是南華生機園區真的有名 南華生機園區現在是很多 包括很多大陸的台商店 美國的南華生機園也回到台灣的台商店 那現在已經是那個所謂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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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要去說經濟 經濟政策 要怎麼走 所以就是說 我們某一個部分不是跟中國政策的問題 是中國政策裡面的經濟民 我們要怎麼務實來因應 再來就是說 除了跟中國一般的經濟政策 我們本身的經濟的經濟政策 我們要怎麼提高台湾的競爭 像我們過去我們就一直都把主案放在什麼兩兆雙心 這些所謂的高科技資訊電子 但是後來我們都看了很多 傳統商業有價格比較高 傳統商業的酒要帶動幫助比較多 傳統商業由於中國的酒要幫助特別多 而且它叫的水金比較多 而且這些人的傳統商業由於民進都比較多 結果我們在政府研發資源的分配 跟國際行銷資源的分配 這些人是本來最少的 幾乎沒有專業在帶它福德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揮說 其實我們在經濟政策 因為盲目放在兩兆雙心 讓我們國家的經濟競爭洪洩出大問題 因為你的所謂高科技消費電子 那都是Apple品牌 那都是ODM 就鴻海的跟著iPhone蘋果系統 所以其實就是台灣面對的 就是我們的整個產業政策 可能民進都在過去 可能說這個人聽不懂很久 但是這個可能是我們未來的中標 再來就是說 剛才中國崛起的事情 它過去2000年到2010年 中國台北差不多四倍崛起以外 其實東南亞、南亞地區 現在差不多有三倍 所以亞洲崛起現在變成亞半球 但是過去的官僚都要放在中國 馬英九的基本政策都放在中國 當然李政總統的時代有在說南向政策 但是當時的南向政策 完全叫中國出去 所以大家想說南向政策是沒有希望的 其實我看現在中國的整個所謂的勞工條件 一些惡化 整個民進黨大概是應該是大力去推動 有配套計畫的南向政策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能面對一個新的時代就是 我們民進黨除了要照顧促稅以外 就是這個經濟政策也是這個政黨 讓我們繼續推動 其實觀眾你剛才說到一個觀點 我是很懂的 我也認為民進黨的政策 基本上堅持台灣主權的路線並沒有不對 主要就是經濟民的部分 但是這個道理大家都了解 現在選後的蔡英文 這個政主席也說 民進黨要對中國多一些了解 當然這個問題就在基站 就引起兩種很極端的看法 一種說法是說 你如果這樣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 我們支持民進黨要做什麼 一種是支持 所以未來你們如果有機會來做東主席 你認為民進黨是不是應該要跟中國 不管是你們多了解中國 或是給中國多了解你 第二個問題是說 中國如果說 堅持說 政治的你先跟我說 經濟的 你如果不放棄台獨 包括最近王毅也繼續這樣說 你如果沒有放棄台獨 我問我沒有跟你們說經濟民主 你如果剛才有這兩個問題 你要怎麼處理 是 我想 這個 我們在說 跟中國交往這個問題 我講一下 看來 其實我們台灣人 實在是不用怕 我們不用怕 其實我們是跟自由民主 有 可以說我們的言論手段都很難看 所以其實 你如果跟中國在討論到說 台灣在台灣 其實我們過去對外的行銷 都有一些 我講得不夠清楚 譬如我們反對九二共識 都跟我們說 九二共識不存在 但實際上我們反對的理由是怎樣 說得不清楚 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這就是改變現狀 我們民進黨過鄉覺得 民進黨是台東要改變現狀 其實這是完全倒病 民進黨指定說 台灣是一個主管國立的國家 現在民進黨叫做中華民國 但是容易被混淆 所以簡稱台灣 實際是這樣 所以現狀其實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簡稱台灣 所以現狀是兩個國家 是一民一國 所以民進黨是在維持現狀 現狀 也就是捍衛主管的現狀 連到九二共識是在改變現狀 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你要改變現狀 一定要儘管兩千三百萬人民的黨 所以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剛才中華人 我告訴他們的光源 都告訴他們 你們錯了 我們民進黨不是改變現狀 是你們九二共識在改變我們的現狀 所以這個觀念 說之後 開始他們稍微看 稍微看的感覺 說他們認定的不一樣 所以我還有一個感覺 我們在九王裡面 其實我們的產事權 就是說我們的話語權 我們要說得清楚 我們是維持現狀 我們馬英九跟共產黨那個九二共識 這是改變現狀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跟這個台語講得不清楚 他說 他們都說什麼 九二共識安裝 要怎麼打破九二共識的神話 那很簡單 九二共識就是成員人來了 國旗就收起來了 如果沒收了就把你唱歌 所以這九二共識是用來騙國來的人 如果剛才共產黨就國旗有收起來了 中華民國就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門 我們應該要僅有信心 去講出這個問題 至於說這個經濟翁來 經濟翁來這個東西 就是說 我還有一個看法 你的ECFA 其實也沒有說到一個中國的前提 嗯 所以我們要說 接著ECFA 接著ECFA 針對現有的條約 狀況 去去行 所以我還有一個 覺得說 在經濟翁來這裡 我們過去 到底欠一個東西 就是說 跟中國 有關的經濟 沒有 文化 我們欠一個 叫做 國家安全 跟公共利益 評估 把關機制 嗯嗯 就是說 這些跟中國政策有關的 我們在任務前 大家 民進黨 都給劉威議員去領 對 直接去講 但是 他們立委 都各忙各的 所以 最重要的把關 是民進黨 民進黨 要成立一個常設性 本來你有一個中國政府部 就是說 這個常設性 要做什麼 就是跟中國政策有關的 國家安全 跟公共利益的把關 如果你要做幕僚 要邀請專家 學者 包括相關的人 來面對說 這個政策到底 我們在國家安全 有什麼苦力 我們在公共利益 有什麼影響力 如果 沒有影響到國家安全 或是說 國家利益 在可控制 可管理的話 當然可以 苦力開好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個機制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 在社會跟社會 不一樣的領域 都可以有些對話 用務實來把關 官長 你剛才說的 都是說民進黨 自己可以做的 是 你在台灣的內部 還有東來的內部 都可以做 但是現在就是 現在有一個問題 很現實 就是 你要跟中國 大家非常非常了解 中國現在一點 幫你抓住 你不放棄 台東 我都不會跟你說 是 那面對這個問題 要怎麼來解決 是中國真的是鐵板一塊 一定這樣堅持 還是說 有什麼方法 可以跳過 是不是台獨的問題 跟中國也可以正常來交往 這個正常的交往 其實有很多過頭 譬如說 他有學者之間的交流 有書底下 一些意見的交流 有很多官党 或是正式交往的交往 目前看起來 是沒有啦 對 在可意見的未來 可能如果 譬如說 有一天我們民進黨 我本來有一個主任說 民進黨 我來當董主席 可能說 來北京設一個 台商服務處 這是民進黨的台商服務處 你到底要接受嗎 我們出一個難題 我 為爸爸的人 在你那裡做生理 在你那裡服務 有 有的部門既然失踪去 有的部門既然失踪去 在你那裡扣去 都沒有去 所以我們有那些議員 來幫你保護 所以 民進黨要在那裡生一個 台商服務處 看他要讓你生 我們民進黨 帶選民的服務 這是正常的 我想這就是一個科技 過去我們想說 這個地方 我們不要去接觸 不要去談 但是 我個人覺得 在這個部門 我們要用比較平常心 我們應該是有幾百萬的台商在那裡 在那裡出事情 真的是 要靠不動 其實這幾百萬台商 其實也有很多 是支持民進黨的 是啊 很多人也是圍著三更 五分之三更 對 所以在那個地方 我們設一個服務處 我想 補得過 其實是補得過 你跟別人說 我設一個服務處 尊重現狀的環節 來蓋活動 對 其實我這樣說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 一開始我們不要去 最困難處理 從旁邊 可以 簡單的處理 慢慢來處理 最後來碰觸核心議題 反正我現在還要請教你 關於這個東主席 因為我們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五次 說這個東主席 是不是應該可以選 2016的總統 我印象中 你有說過 你不會選 你不會參選 其實這個東主席 到 林基應該是不會 去處理到 2016的總統 因為中國有一個人 所以這個東主席 其實最重要的問題 是 2014年的 七合一的選舉 雖然林基到五月 但是提名的 但是可能在五月 附近就要處理了 是 七合一的選舉 我已經算了 如果你們連傳理 都算了 大家要提名幾個人 但是當然 以民進黨 目前的實力來說 不可能全部都提名 是 但是這是民進黨 第一次贏到的 所有基準 做一次選 你們沒有黨選 你們的組織 屬國民黨 你們做東主選 要怎麼去面對 七合一的選舉 因為這項選舉 你們如果選得不好 2016可能也會選 是 我想這 這是一個 很大的科研 這是歷史上最大的選舉 你說台灣的主題數 不是說 所有的官司都做會選 以前還有 第一次分開 以前也是 代表 議員 有時候都跟官司都分開選 這次都合作會選 我個人的 看法是 民進黨要面對這項選 很關鍵 除了我們的政黨形象 由我們的政黨形象 由我們的政黨形象 要調校 更加人民 更加接近 更加接近 經濟政策 更加鼓勢 頂頂頂頂頂頂頂 我覺得我們的組織很重要 民進黨目前 以前在組織民哪有些 我是一個民進黨的 一個粉絲的路線 我是因為說台灣這個國家的秘密 我們要走比較後面 我們不適合走美國式 所以我是因為說 開始要讓東環有這個投票館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你現在要讓東環有投票館 你來求求一個問題 求求你不猜有那個 朗途東環的問題 口袋檔源 有些東正要收錢 到時候要投票這麼分 所以你的代表黨員要徹底來杜絕 我想我個人做東主就開始有這個決心 要來改決這個口袋檔源 南投東環 讓東環可以自動交東費 可以參與這個黨的公佈 你要用什麼方法 目前我想到大概有一個方法 我們現在現代人不在用銀行的火頭 不在用油絞給他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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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說他就不能銀行有賬 那個禁制產 對 所以在這個情節 我們像水電池 水籍、電池、電話費 都用口袋很多 對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將來你要讓東環有投票館 如果這樣大概就可以杜絕這種代表黨會的問題 代表黨員只要改決了 這樣的時候我想 有這種東環的參與 叫參與港 我可以投票 我才可以來給他優票 這個東環 這個參選員不要說 你拜託一下 現在因為你都做民調 這個東環 人家都不在用銀行 所以他也沒有優美 做民進東環都沒有太尊重 他就覺得這次回到他就不錯了 所以我想第一點 我們要讓東環有錢 有認同感 有參與感 這是第一點 這是學習的 對民進東環 這是一個大的 組織的 體質的大的改造 這不是稍微的條件 很大很大的條件 因為你只要全代會 要標關那些人頭東環的大虎 可能就會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這次的這個東主席 你如果考慮太多 大概這個改革做不了 這個黨的體質慢慢嚇 就像美國社 很鬆散 但是台灣這個國家規模 實在是說 我們面對的是 國民黨共產黨 有錢 有生的黨 你如果不再團結 我覺得這會很大的問題 第二就是 我們除了廣東環以外 過去有像米東環 現在都沒有出銷 這很嚴重 不是說 所以做成這次 有很多地方 連鑑票也沒有人 什麼來鑑 沒有鑑都找不到人 所以作品也很好作品 甚至拿到黑白去念 所以這個 就是說 我們這個未來 黨的組織 如果他有聯力去 生的平均都沒有 要同意給他賣 而且不僅是這樣 就是 民間要主動 那幾個 譬如我在想到 他那個 管議員的選舉 那些管議員的選舉 來生立 枯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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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管齊東部 議員的枯東部 枯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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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扎根一層 所以這也是一個 很大的革命性的工作 就是說 你過去到管齊東部 現在要露使到議員的選舉 所以有很多的管齊 會變成說 枯東部 一個議員的選舉 可能有幾個鄉頂 不一定 對 看靈靠 但是 反正這樣有一個問題 要枯開不少錢 是 這個事情就是 開始這個 負擔權的 增加 而且就是說 將來這個 東部的組織 要怎麼讓這個 東部的組織 提高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說 你這個東部的組織 其實關鍵都是執行長 對 所以將來這個執行長 要怎麼提升 專業的一個執行長 讓這個執行長 未來這個 葡東部 或是 關西東部的執行長 將來我們可能都是 中華人才 所以 這些人 要怎麼讓他變成 一個專業的 專職的 一個執行長 不是 政治派的 影響很大 要有 績效考量 他的能力 績效 要導向的專職專業 要有客觀的標準 來評估 好 讓我們董的體質 比較健康 更健全 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這也在民進黨 這也在歷史性 你要讓這個 董的體質 健康 有競爭 我們的政黨 我覺得這一點 不太重 民進黨 面對這塊 國民黨跟共產黨 如果共產黨 好像國台辦 超過幾萬人 全部都是 全面對共產黨 國民黨 所以我們面對 國民黨跟共產黨 二合一 現在國民黨 共產黨 變成小孩 所以我們不用 心目中 給我們看國民黨 國民黨是金本人 必然而防 你們對手是共產黨 不是國民黨 對 所以我們黨的組織 要更加紮實 我認為 我個人 參選這個 黨主席 有很大的 我心得也好 我們要把黨的體質 變成是比較老實基材 更有競爭 更有現代化 讓一些事物 比較專業 本來年輕人家 可以來參加 這個黨主 不太大 當然這個中間 就是 剛才這個組織改進以外 我們算不就是要關心 電影的公共產黨 對 所以我個人覺得 我們的黨 不要怎麼變成一個 算不及其事 我們要怎麼讓我們的黨 變成是一個 關心社會 關心電影 關心就生 一個勁動 服務導向 公共事務 公共政策關心導向 所以我在思考 我們怎麼要 第三波民主運動 就是說 要把過去 對社會事務有關心 但是不一定有參加政黨的人 可以參加 做會 從這裡來發掘人才 剛才聯方說 人幾人要 當時到前 台灣這段也要說這個 要怎麼在社會廣正 好的人才 要參加 真的是一個社會 正向的提升 讓這些 熱心公共事務 熱心公共事務 這些年輕人 不能中年 都可以參與 我們在七合一 這段 大的選擇 這樣我們的力量就會更大 觀眾 其實你剛才說到一個林宅 林宅 林宅 其實 牽涉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 派會的問題 是 現在 有的林宅 他可能也想要 參加民進黨來講 但是一想到說 我沒有想要參加到一個派會 當然 沒有一個頭人 我要做他的所謂的子弟兵 他可能議員就比較多 你這次也特別說 你是 沒有任何派會 但是 我們說實在 雖然民進黨 曾經通過這個解散派系 這個決議 那是表面上 其實屬於上 也有派會在運作 有的可能不是叫 某某派系 可能是什麼事 什麼事 所以你認為派會 對民進黨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如果是不好 你如果做東方主席 你有辦法來處理這個問題嗎 我想 我可能是 過期就是說 民進民說有派會 所以我變成沒有派會 對 那我是怎樣 我就是因為我們民進黨 就是做一個概念 說不可以有派會 解散派系之後 開始 有人來再接我 回去拜師傅說 不行 人家有這個規定 我們要遵守這個規定 我一個管理 我要遵守 理我不是人 我比較不喜歡做這樣 那現在就是說 他來接我之後 我就覺得 這個派有這個大的規範 我們應該比較宏觀來看 所以我個人實在 所以我已經 有差不多 解散派系的明明到現在 差不多已經七年了 差不多 七年了 我個人來看 其實 這個派系 就整個 派來講的 已經不夠力了 派又有多團結的建築 各民黨和共產黨 所以你各分這個派 其實是如何來 所以這個派要變成良性 不是變成惡性的競爭 良性的競爭 你要提出主張 你要提出人察 大家去競爭 不要變成惡性 我個人的看法是 覺得說 民進都要吸收這個人材 你當中央 要辦更多話題 就像你要這樣 缺憾一個空間 我們缺憾一個人材 就是要參選 所以其實這就是派系 那些都是競爭性 如果我會了解 派系 人家都沒有認真的經驗 都競爭性 都沒有認真的路線去競爭 所以其實這也反映另外 這點 我們派其實在基站的 六十的經驗 開發上 有很大的距離 就是說 我們的派跟基站 其實有很大的距離 就是說 你在很多官市 在世界上沒有人 很專心 在那個地方 發展長的時間 在要蹲點經驗 都在 對著 什麼人 萬一走民進黨的 集合 我們就要 叫來參加我們派 到底有沒有富含民進黨的 基本的精神 也不太有識去關心 所以我現在說 未來這個派 要變成主動去 為有的地方 做一個發展 主動去地方 吸收人材 不是說 都在叫現象 而已 你若叫現象 我們國民黨 一座是東山 他每一個 差不多二萬三戶 甚至各方面 都有付出 所以 他要做一些建範 所以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是不派的 我就是說 派的存在是一個現象 最重要 是你做主秀的人 你在 尋突的時候 你有公正 客觀在採取 要怎麼處理這個派閉的問題 對 你是不是有這個公正客觀 這是第一個大原則 第二就是說 你的這個東主席 有沒有讓這個黨 動起來 當你有這個黨 動起來的時候 有很多人問 你參加這個黨人材 比較多的時候 你那個派的金 就是 你的派系的能量沒有那麼多 對 因為你的派系人就是很固定 然後 他也不一定會去辦多少活動 他也沒有那麼大的機會 所以其實黨是有很多主管 你要去辦多少 你要把這些黨活化台 所以我是以黨的主管 可以充分來活化 就是派系會被稀釋掉 稀釋很多 反正我來 我最會請教你一個問題 今天蘋果日報 有做一個民調 我不知道會有看到嗎 是 他是相對五位 酷酸林所做的 這個支持度的民調 目前最關的是 蘇晉昌 他是差不多 差不多 48% 你是第二名 你大概16% 其他的都個位數 但是有20%的人標題說沒有意見 照這個民調看起來 你現在是落後 蘇晉昌是不加館 現在到五月二十月 剩下一個多月的時間而已 你有信心嗎 你要怎樣拚過 是 我想 我們現在 媒體上 對黨主席的討論看起來 還很少 對台灣所面對的討論 跟民進黨的角色 還很少 所以其實 很多人在期待說 這次民進黨的黨主席 要怎麼回應 整個台灣所面對的處境 民進黨所面對的困境 到底有什麼方案要來處理 要團結民進黨 甚至要團結整個台灣得手的人民 我個人覺得 民進黨也要更健康 2014在成功 實際上要辦差不多三條的辯論 讓大家好好來討論 台灣的未來 要怎麼走民進黨的問題 路線 頂頂頂 我覺得通過這個辯論 因為現在大家說 民進黨在唱 東主席的 產生有那種競爭 大家覺得在座位 因為我們 柯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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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了 就說 2011都要支持小英 所以 變成把小英捲入 這次 無謂之爭 對 所以我個人覺得 最好可以讓民進黨 在這次 通過東主席的選項 提升形象 不是變成一個內 內斗 內徵 甚至已經輸了 還要卡2016 所以實在最好是 如果有一個 整個的辯論 比較多討論 我相信我都有機會勝出 這最好是全世界 變遷這麼快 變遷這麼快 所有先進國家的領袖 現在都已經四五十歲了 四五十歲 我已經五十六 我已經不算少年了 就是說 但是你看 全世界的精動領袖 都是四五十歲了 如果我們民進黨 變成一個 辯法的政黨 你要怎麼 吸收那些年輕人 來投入我們民主的領袖 尤其我們要對抗中國 所以我覺得 這比較是一個 通過更多的辯論 我是不是說 應該 我是有機會 因為我很清楚 剛才說我 2014到2016 都不會參選 所以是純粹來拱教 讓我們 中生代 從他中生代來拱教 要替大家 做湯戶 來豁富 我相信 對黨的團結 會比較有利 好 今天 很感謝我們的 首犯帝 首管長 他這次參選民進黨的董主席 感謝他 花這麼多時間 來給我們 公眾朋友 睡眠 他的理念 他的生活 我相信大家應該聽得很清楚 今天 感謝首管長 預祝你 成功 加油 謝謝 謝謝連環 謝謝 好 我們先進攻 國標國節 謝謝